大家好,小林霸掌 這條影片為大家送上兩個印尼品牌的UL背包 其中一個我相信是Malo的你 都會很喜歡的一個UL背包 我稱它為貓袋 而另一個就是我的野豬袋 現在就馬上分享給大家了 今次介紹這兩個都是UL袋 而他們官方網上都沒有寫明 角成重量是多少 一般UL袋的成重量都是不超過8KG 所以如果你的東西比8KG重量 這個袋拿出來就會比較辛苦 如果你超過8KG 都是建議你用傳統有背負系統的背包 先來為大家介紹 貓奴門必愛的UL背包 先多謝觀眾阿俊和Maggie 借出這個貓袋給我拍這條影片 多謝 現在就有請貓袋出場 這個貓袋是由印尼品牌YSL所推出的 你會看到貓袋的上半部有一個大大的貓頭圖案 是不是很可愛呢 我們的貓龍門馬上心心眼了 你看到這個有貓頭的部分 連上紫色的位置 其實是一個印尼貓糧袋 YSL將用完的貓糧袋回收回來 清潔乾淨再加工改造成這個貓袋 所以這個袋是含有環保意義的廢物重用 而除了這款圖案之外 其實還有兩款貓糧袋給你選擇 大家買的時候就可以選擇哪個圖案 說到選擇 這個貓袋其實是一個客製化的袋 它上面的不同的物料、布料、配件都可以選擇和加減 而阿俊Maggie這個貓袋 就是一個已經客製化的袋 現在就來詳細看看它這個貓袋 首先,這個貓袋的背長 是可以因應你自己的背長做出不同的背長度 這樣背起來就會更舒適 而貓袋的容量也可以選擇 這個是35L 另外還有25L、27L、30L 重量大約470g 原裝版的重量大約413g Size 方面 袋闊約38cm 厚約16cm 長 打開後約77cm 夾起後約50cm 貓糧袋以外的部分就用上Lylon Rens Dock的布料 頂部的上方是捲接式設計 有一條Y形帶索住頂部 這裡也可以紮一些輕的東西在頂上 上方左右是有一個扣的 打開後,這裡有一個啪啪扭扣的 你會看到內籠都是一般的URL袋 一大孔裡面是沒有間隔的 而肩帶是約1.3cm厚 但感覺是偏遠的 沒有那麼實正的 帶的上下都有一個調節位 可以調教什麼時候袋的位置 以及貼貼背 兩條帶上都有一個水中袋 袋是帶有彈性的布料 以及有橡筋口的設計 袋兩邊下方有側袋 這個側袋的布料是沒有彈性的 但是有做橡筋口 而袋旁邊中間的位置也有橡筋繩 這樣就可以拆一些長身的物件 或者大小的物件 就像是遠足像、鋪之類的 袋子的前方有一個大錢袋 是彈性的布料 橡筋帶的口 另外四隻角都有一個小小的橡筋圈 給你紮遠足像 而大錢袋的外面 也加了橡筋繩 給你紮一些輕的東西在上面 這個袋子也有腰帶 當然不是厚大的腰帶 而是一條薄薄的腰帶 叫做有一點幫助 把力部分分到腰道 前面這個位置也可以加橡筋圈 可以加一些蛋格之類輕的東西在這裡 不過阿俊和Maggie就沒有加 再看看袋子的背部 你們會看到加了橡筋繩 因為袋子是沒有背包的 背部也是薄薄的一層布料 背的時候會完全貼著你的背部 所以阿俊和Maggie就加了橡筋繩 目的就是塞上去 讓自己背的時候舒服一點 透氣一點 而我背的時候發現 空前的橡筋圈 剛剛好 拉著我的兩顆鏈 真是乳頭 我相信是因為它是客製化做 它的背長是比較長的 所以位置不太適合 也因為這樣 我不可以真的試到它背上的承托力是怎樣的 不過阿俊之前也拿了去奉京泉酒 整個旅程三天兩夜 大致上都是OK的 是當它背最多三杯水的時候 袋子超過7KG的時候 肩帶和肩膀就覺得沒那麼舒適了 所以阿俊就建議 最多這個袋子是7KG或者以下的 不過這也是很個人的 都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現在就示範一下 我接下來這個星期尾 觀眾同樂 勇寵野豬之定 浪劇一篇的露營活動 那些裝備進去 看看樣子是怎樣的 好了 這個貓袋大致上就是這樣 而貓袋原裝的樣子 前面的橡筋是沒有的 Rudget的橡筋也是沒有的 而上方的帶是單帶 而不是WIRE帶 而它左右的兩個扣 原裝也是沒有的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阿俊Maggy這個貓袋 都加了不少東西 留意除了加配件外 布料也可以選擇 不過加東西和選不同的布料 就可能要加錢了 白愛 至於價錢 阿俊Maggy這個貓袋 是在紅座野Wild Bear Outdoor的網店買的 這個黑制化後的貓袋 價錢是540元 所以都算是一個便宜之選 它也可以當作夜豬袋 其實 而原裝的貓袋價錢 和加配件的額外價錢 我就打到畫面上 而身為貓奴的小玉 看過實物之後 已經決定 都會進入一個了 而它選擇的容量是 27L可以揹少一些東西 它都會客製化 想知道小玉的貓袋是什麼樣子 相信未來在我們影片 都會出現的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我日後的影片 介紹完貓袋 再來看看我的野豬袋 現在就有請我的野豬袋出場 就是它 我的野豬袋是印尼品牌 Noji Pro的Gobi Pro 容量是30L 重量是485克 Size方面 闊約39cm 厚約15cm 長 打開後約67cm 扣起後約50cm 物料方面 用上Lylon加PU塗層 可適量地防水、滑水 再來看看袋子的各部份 袋子是捲接式設計 有一條索帶索住頂部 也可以紮一些輕的東西在袋頂 打開它 左右有扣扣住 袋口也有魔術貼黏住 而內櫥也是一大個洞 沒有間隔的 也是跟一般的URL袋子一樣 另外我發現它的內膽 跟袋子的面部之間 其實是套一層膠袋的 你聽一下 中間是一層膠袋的 所以它是完全防水的 內膽裡面 它的肩帶是約1.7cm厚的 是偏厚的 也偏實的 背上去也蠻舒服的 帶的上下也有調教位 可以調教袋子在背時的高度位置 以及貼背度 而天帶中間位置 有一條橫帶 扣上後就可以固定天帶 背時就更穩定了 而橫帶其中一邊的扣是紅色的 是有一個哨子 可以在緊急時發出求救訊號 而兩條帶上也有水樽袋 一條橫帶的設計 下方就有一條薄薄的腰帶 它就撐死在袋子上 不可以拆的 而我背時也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腰帶 完全不適合我的氣位 所以這條腰帶是得物無所用的 而袋子的背部是沒有包的 所以它下方是有一個袋子 讓你把背部放進去 墊一墊背部 什麼時候可以舒服一點 袋子兩側下方有側袋 橫帶口設計 而袋子的前方有一個大錢袋 中間有一條帶可以吸收 而前袋子上有橫帶 可以紮一些輕的東西在外面 而前方有六個小小的橫帶圈 可以綁你的行山帳 或者其他東西 袋子各部份的模樣就是這樣 那我又試試一下我未來的 勇廠野豬之地的裝備 給大家看看是什麼樣子 而價錢 這個袋子我也是在紅在野 Wild Bear Outdoor 買的 300元港幣 非常之便宜 所以最後我選了它做我的野豬袋 真是買了鼻腸 也不會一百尺 這個Gobi Pro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它好沒有用 那就留待勇廠野豬之地 浪騎篇 我用過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看到它用後感的影片 好了 今次印尼UL背包熱選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了 貓袋真的貓龍門必入 而我的觀眾群裡面 都已經有幾個說想入 不過就等看完我這條影片 才決定真的買不買 相信買的機會也挺高的 哈哈 而貓的製作時間是需要約一個半至兩個月的 所以想入手就快點去order 否則到時候爆單的時候就有時間等了 如果下貓袋之後有不少人買了的話 記得通知我 我可能考慮要搞一個包袋子 棒 最後希望大家就喜歡我這次分享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或者想支持小弟 拍到露營相關的影片 記得按LIKE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按入教育小鈴鐺 另外我有IG、FACEBOOK 記得FOLLOW 可以看到更多的留言資訊 另外我們也有Discord的聊天室 你可以加入 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室 問一下留言的問題 都沒問題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